赵露丝月亮出海枯息惊艳 左一滴右三滴精准控类 中国新生代小花赵露丝凭借新剧星光璀璨 月升沧海一炮走红 不仅人气飙升 而且得到剧组的高度评价 演员吴磊称赞他的优秀 剧组和其他演员都很欣赏赵露丝的才华和吃苦的意愿 或者传员开心果 导演更惊叹他演得这么轻松 连眼泪都能精准控制到左眼一滴右眼三滴的程度 赵露丝出身非学历般 只有五年的演戏经验 但演技却是公认的 接受璀璨星辰之月出海导演费震祥采访时 他对赵露丝洒脱的表演赞不绝口 你知道吗 他可以左眼一滴右眼三滴 时机正好 我从这边转过来的时候会留到这里 我经过的时候他会留到那里 你说这是什么天才 费震祥导演进一步表示 很多人认为哭戏不是最高级的表演 喊叫也不是最高级的表演 但这次赵露丝的表演 你可以看到他和活泼可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过去 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角色 从短短几句话就可以看出 导演对赵露丝的演技是非常欣赏的 在剧中饰演赵露丝母亲肖元一的曾丽也表示 我发现他是那种很精神的演员 没有角色的时候会很放松 是时候让他上场了 他也能马上感受到 切换到承扫上的状态 和他对战非常过瘾 你会觉得自己就是剧中的角色 另外 据剧组透露 赵露丝的临场发挥能力 往往让大家大吃一惊 他会设计许多有趣的动作 为剧情增添许多亮点 工作人员还称赞赵露丝聪明 容易相处 善于营造气氛 他不仅主动打破片场尴尬 还活跃了拍摄气氛 照顾身边的人 剧中饰演何赵军的陈一涵透露 我演戏的时候嗓子不好 露丝看到了 第二天就给了梨汤 连饰演小女仆的演员都说 我来月经的时候痛 露丝马上给我开了几片止痛药应急 第二天又带了一盒全新的止痛药 有种被人记住的感觉真的很暖和 粉丝们都为赵露丝的暖心而自豪 纷纷表示 我一定会跟着你一辈子 作为克里路 赵露丝的粉丝头衔 我越了解你 我就越爱你 有人幽默地说 只要乖乖交税 你就是生活的粉丝